你别说话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你不要的水很深 猫哥日常操作 给我拆快递 拆啥拆 又给自己整两件毛衣啊 你哪个眼睛 看一看什么毛衣啊 你的最近不是 一周一件毛衣 一周一件毛衣吗 没有吧 我这件毛衣也快爆交了 你还记得咱俩过年期间 陪咱妈去买一双鞋吗 然后咱妈试了一件紫色的套装 你不会说是你 你网上买回来了吧 当时它不是嫌贵吗 然后从那个店跑了 然后咱俩就回来了 说下次再带去 后来想了想吧 再加上网友提醒 这件网上买了跟一样的 回来 这咱妈就跑不了了呗 不穿也得了 你正买了 嗯 哎呀 你这儿媳可以呀 妈 你看你好儿媳给你买的 你亲自 让你亲自拆 这刚上次一摸一摸呢 是啊妈 上次你不是试了一套吗 然后是紫色的 我跟鱼饼觉得都挺好看的 但是没有 你不要 我后来在网上看 我看那个模特 他这个色跟这个色搭配 也挺好看的 有个层次感 我就买了这一套 你试试 我这样试试 哎呀 这没想到你还挺有心啊 这凭什么我在实际下看个东西 你咋不够我让我买回来 你再试一片看啥了 你把人家店的衣服都摸了个边 试了个边 我给你买啥呀 你说我给你把店买回来吧 行 表现不错啊 挺合适的 感觉比店里那套还合适 这咱们这model身材俩 超model身材俩 大高个儿 大长腿 你看咱们这大长腿 真大高这儿 别拍我粗腿啊 你就拍咱们这大高这儿 那就比我高大的头 咱们比你高这么多啊 我正没仔细看 咱们比你都高好吧 之前你知道有网友评论啥吗 说不知道我多高 说就是我跟婆婆这么一比 说我是小矮子个儿 妈你给大家澄清一下 我并不矮 只是因为你太高了 大家都以为我一米五呢 现在 咱们把咱们乐到 挺好情和 是 我就不喜欢上下一个色 你这样还可以 有点色差 行嘛 挺好看的 越看越精神 明天洗衣水 然后过段时间一暖花 咱就可以穿了 妈你看你瘦子现在 多吃点 你再回去 回去再受五件 是我爸回去的打我 哈哈哈哈 哎呀你们娘俩是婆媳关系 我都有一点羡慕了啊 羡慕你是嫉妒恨吧 以前跟她去店里 我想买个啥东西 那得三四二库行 那你这店里试了一遍 就直接给你网上买了 你看看这个男人啊 这告状的啊 菜菜舍不得买 这几天给你买的五六千手机 拿来 对啊 手机呢 不是给你买了五六千的手机吗 五六千手机给你买了 五六千六七千 你别说话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你不要的水很深 哈哈哈哈 给这水喝喝的了 咋的了 来就不先不说这个呢 当然 老哥你是有难言之隐吗 水怎么深啊 我我我我最想出来 水后水来我知道了 哈哈哈哈 你给你买的拿了 明白了啊 我来几天我去开键五六千块钱 你没水 你没的了 你没的就拿了 你给我买的东西在哪呢 啊 说呀 说呀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我的 行了哎呀 那个熊都在后边喝成高门了 那我 行了行了 兔子放回去吧 哎呀 上上次来也有了 背背都玩过 背背都玩够了 嗯 我都私下给他买东西 你们都看不见 你是梦里给我买东西吧 我们看不见 那就行了 你也给他买 他爱给你买东西 来 尤其你给他多给他买了 因为他女人给爱好啊 是啊 你那的你 想想就当我刚刚啥也没说 哈哈哈哈哈哈 拜拜喽 妈面前穿上新衣服 下地下 地下跳舞 哈哈哈哈 我跳舞 还能爱死 咱妈咱妈刚才说啥 把我们爱死 哈哈哈哈 就是啊 让你们慕了 让你们羡慕了 哦 咱妈也挺容易满足的 嗯 你没上去 都给你买点东西 你现在会当着我婆婆的面 告状了是吧 啊 欲擒故纵 啥意思 我刚说啥了 这要不拦着 这就是撞着告头去了呗 我欺负你 我不舍得给你花钱 我抢你手机 是吧 你自己 我给你买个六千多的手机 你自己不敢用 到现在了 几天了 摸都不摸一下 你怪我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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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